我和她是发小 十多岁我们都认识了 中途有一段时间我们没得联系 我当时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但是有一天在街上我们遇到了 让我们又恢复了联系 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交往了四年 这四年我们每天都吵着 还闹分手 但是每次说要分开的时候还舍不得 我总是跟她说提分手上感情 我们后来虽然也没再提过分手 但是每天都争吵不断 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太年轻 太固执 太自私吧 前一段时间看新闻 看到很多两个人都是发小 最后都步入了婚姻点桃 我真的很羡慕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丁 23岁 来自哈尔滨公司职员 有请小丁 女嘉宾小丁 23岁 同样来自哈尔滨 也是一名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 小片说得也挺清楚了 过去是发小是吧 对 断了联系 对 又在了一起 在一起多久了 四年多了 已经四年多了 呦 老恋人了 十九岁 23岁也四年 怎么了 是这样的 主持人 我俩吧四年多在一起刚开始挺好的 但是后来这几年 这几年就是矛盾成功 每天都争吵 我就想让老师帮我们一下 都为什么事争吵呢 就是他吧 每天就爱玩游戏 打游戏 就是打游戏打得都特别严重 每天他五六点钟上班 晚上六七点钟下班回来就开始躺床玩游戏 那我刚一天活了 我回来玩游戏不正常吗 你正常呢 但是你上班 我下班回来我也累啊 我还得给你做饭呢 那我放松一会儿 很正常 你 你放松 我还想放松放松呢 给你做好饭呢 叫你一遍不停 三遍不停 叫你十遍连句话都不回问 都是吃还是不吃啊 我当时不玩游戏呢嘛 你玩 我不得打完这一把 你玩游戏说话呀 哑巴呀 还聋子呀 我当时以为我回答你了 你以为 那是你以为 这个除了玩游戏不吃饭 玩游戏还能到什么程度啊 睡觉吗 睡觉啊 睡觉 他五六点钟起来上班 每天玩 玩到后半夜两点 你说什么人呢 睡三个多小时 谁能睡醒啊 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要五六点就去上班了 是离公司很远吗 装修 装修啊 对 你一点都不正常 你知道吗 那我也没耽误我干正事啊 是没耽误我干正事 身体要不要了呀 那你在那装修的话 那我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干活的时候你掉下去咋整啊 你咋不想想呢 这个也就罢了 主持人他天天玩手机玩到什么境界 吃饭的时候手机就得摆住窝上低头在那看 一吃饭吃一个多小时 上厕所也得拿着手机 咱们正常是一个小时就上完了吧 他得蹲四五个小时 什么啊 蹲四五个小时啊 就是到底在他憋死里边了 上厕所啊 对 我胃不好 那我蹲不出来 我不就给厕所蹲着 那怎么办呢 你是蹲不出来了 那有一次我急的就是因为我家就一个洗手间嘛 我在那憋得都不行了 憋得直转摸摸 脸憋痛 我说你起来让我先上到厕所 你再蹲呗 他急了 他脾气不好是不好 我忍了 这点你发什么脾气啊 那你让我上一趟不行吗 跟我别傻样啊 那我蹲不出来 你说你这个旁边磨你烦不烦 你到底是蹲不出来还是玩手机游戏 玩手机 你说实话 我是蹲不出来 我胃不好 你还好意思说呀你啊 这除了打游戏之外 她还有别的毛病吗 姑娘 有挺多 还有就是我俩刚开始出个像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说无论因为什么咱俩都就是吵架的话 别提分手 真是如果说有一天你不爱我了 不想出了 提分手可以 那平时吵架谁都吵 那为啥要提分手啊 我都说了提分手伤感情 别提 就是前几年过年嘛 我跟他去他家那边过年 是 一年没见了 他好哥们找他说去网吧玩 我说那去吧 我在家也没意思 我就跟他去了呗 去了玩 我以为就玩两个小时就回来呗 人要暴雪 我跟他 我哥没跟你说 我说在网吧待一会儿 我脑挖疼 我也没让你跟我去 那我朋友见不着我 好不容易要跟我玩一会儿 陪他玩一会儿 你玩一会儿行啊 那是包小 两三点钟也叫包小 两三点钟不叫包小吗 我们女的半夜不睡觉皮肤不好你不知道啊 那我让你搁家 你也没让你去 你非跟我去 那我自己在家大眼瞪小眼 我玩啥呀 我不跟你去啊 是 后来我回家了 半夜十二点了 我自己从网吧走他家去了 外边车都搭不着 然后他回家还跟我发脾气 那你说跟网吧他决大走的 就是给人一摔那他就走了 一点面子都没过去 我不决大走 你跟你朋友玩的乐呵的 我得高高清醒回家呗 那半夜十二点了 大到雀黑的 我不害怕吗 胡佳 你还跟我吵 还是为了玩游戏 那你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考虑考虑我吗 你咋那么重要呢 要面子就得跟我提分手吧 男的不要面子要啥呀 不是 你这么做有面子吗 兄弟 那他也不能决大地走 然后你就说分手 当时不气话都赶到那了 你也别说我 那出汤门 你说你化妆能化好几个点 不是 哪有女生出门不化妆这样 那基于化好几个小时吗 我那不是好几个小时 那你脸得化吧 头分得输吧 换衣分得换吧 再说了 我化完我不还得等你吗 你等我啥呢 我化妆的时候你头不输 脸不洗 躺床上玩游戏 我化完了还得等你半个小时去洗漱去 那我不玩游戏 我等你给我化呀 你竟然说那些没用的 你要化还好了呢 咱俩一起化 化完走了得了吧 这个先不做 那你说你出门逛个街 它总是衣服 你是吃很多 一件都不买 那主持人 那不是我一件都不买 有了吧 不合适 我就不喜欢 你喜欢的也没看你买呀 那不贵吗 贵弄咋的 买不起啊 你说两三千块钱 一件大衣 不用那两三千块钱买五六件 换着穿行不行 你换着也好看吗 你穿着不好看吗 你穿好看 我穿不好看 不 买得起吗 买得起 他看到的你都买得起啊 他没有调查太贵 你真的 他为什么没调查太贵的是我关注的 我不舍 你说实话 你跟我说实话 你买得起吗 能 说实话 真的 主持人是这样 因为我吧 你看我信吗 你说吧姑娘 我操的衣服 就是我 我觉得我俩的条件吧 不适合买特别贵的 不是 人家能啊 所以说我就不好意思 往特别贵的那边看 所以你这一听这是过日子的女人 这什么事事处处就要面子的男人 嗯 他面子可重要了 弄得买得起 还有主持人是这样 他吧 你看他特别瘦 嗯 因为他平时就是肠胃不好 嗯 领他肠道不好吧 你说一吨吨那么长时间领他去 一宴也不去 嗯 然后天天还得吃辣椒 一吨不吃辣椒就不吃饭 你说 瘦得跟个猴子的 你就吃点饭不行吗 早饭不吃晚饭吃那么一点 还必须得吃辣椒 啊 那我就这一个爱好 就愿吃点辣椒太管 管太多了吧 你就一个爱好是吗 我就愿吃点辣椒 把游戏借了 吃辣椒 游戏也没借 那不俩要好吗 晚上吃就行了 你早上还得吃辣椒啊 那谁早上不喝点西德溜的 非得吃辣椒啊 那我不吃辣椒吃不去饭 你也知道我 你就改改就得了吧 还有支持人 你知道就是 我俩刚开始出一项的时候 然后他下楼给我买东西 然后他电话在那个坛上 就响了 响了我看这个号也没有名 响了两遍我就没记 然后不待会儿来了几条微信 然后我就 我没好意思去看 因为刚开始在一起嘛 然后他回来之后 我就跟他学 我说你来电话了 然后他说啊没事不认识 后来第四次我俩约会 那女的给他打电话 他接了 接了之后 他也没说啊 拒绝人 就唠了几句话说 有事呢 就那意思就挂了 然后我就挺生气 有说谁 然后他跟我说他前女友 我说你为啥不跟你前女友说明白了 你现在有女朋友了 那我不怕让他伤心吗 让谁伤心呢 你怕他伤心 你不怕我伤心呢 这不是四年前的事吗 对不对 刚开始相处 现在还有这毛病吗 有啊 14年我发现了 14年我发现了 那时候我跟他吵了 就那天我跟他吵了 第四次约会 吵完之后 他给那女的打电话说 以后别脸上 我有女朋友了 嗯 然后这就拉黑了 都拉黑了 因为他每年都得去外地干一个月活 然后那年去外地 他到那之后 14年发生的事 我16年才发现 他跟那女的QQ联系了 你怎么解释 他当时有两个号 他当后我给他删了 小号我也不能瞎删 我也不知道是谁 完了他 我去外地的时候 他可能是指着 看我发风圈了 完了就跟我说句话 我给他删了 我都没好意告 啊 你当时不告诉我 后来咱俩吵得不比当时 我不怕咱俩吵架吗 你再去外地找我 再打一个 当时怕吵架 16年我发现咱俩 不吵得更严重吗 你也别说我 我咋的了 你前来一会儿 还给你打点话呢 不是 那事我不跟你解释明白了吗 你怎么还冒 你也是明白我心里也有这个坎 查卡 过不去 你就不应该有这个坎 那时候是这样 就是那时候我俩跟我前男友在一起呢 然后女朋友 就是通过我跟他借的钱 倒没有多少钱 然后后来他还了一半 都一年多了 是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吧 我不是中间人吗 他不得找我 他找谁啊 你中间人 你电话都换成怎么能用你电话号的 我哪知道他在神那儿要的我电话号啊 因为这事你纠结啥呀 那我能不纠结吗 主要是现在你改给你这脾气行不行啊 你想娶他吗 想 你犹豫的啥呀 你想娶他吗 想 你想跟他过吗 想 你烦他吗 烦 老烦了吧 非常烦 找了个小妈管你是吧 不找小妈就没人管你了呗 你烦他吗 有时候烦 有时候烦 他发脾气我烦 你们这才四年 他就天天玩游戏不搭理你了 嗯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你说一天上班的时间不在一起 嗯 我早上醒了他人都走了 下班回来了 那两个人出枪不得亲密亲密吗 他可倒好 就跟游戏 把着手机把着游戏 我说你跟游戏过去得了 对啊 那你干嘛老跟游戏不搭理他呢 我有好奇 我感觉时间长了没必要见见你一块 你不是才四年吗 也不短了 那以后还 那就是不想结婚了呗 想 那结啥婚呢 这四年就不短了 你咋想的呀 就是他吧总磨叽 嗯 太磨叽 没咋磨叽啊 你老太太还磨叽 没咋磨叽啊 他这是现在不怎么磨叽 没看回家呢 跟唐僧似的 不是那你不玩游戏 他不就不唐僧了吗 我追这个追完了 中间不没有追的了吗 那你就不能陪陪我呀 明白了 你没有追的 我还得多来陪你 明白了 你们俩就是基本上 回家各玩各的是吧 对 手机是你们的伴侣 是吧 对 现在基本就这样了 有手机就行了是吧 他是这么想的 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天天那么 上那么条时间班 回来两个人唠唠嗑 连说话都不说 没有话题的 你说刚四年呢 那以后十年呢 是挺可怕的啊 才二十三岁 刚刚四年 两个人回家 就各自拿着手机玩了 男生就觉得女生烦 女生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是吧 我每天干一天活都挺累的 我先回玩会游戏 放松一下 你跟他聊天不放松吗 不放松啊 我感觉跟他聊天很累啊 这可麻烦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份卷 来白老师 两位是发小是吧 对 发小呢就是儿时的小伙伴 能够跟自己玩得特别开心 然后我们其实对于儿童的行为观察上来 去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 在儿童时期我们愿意选择一起去玩耍的小伙伴 其实是自己内心当中另外一个自己 我特别喜欢这个孩子他的细腻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伙伴的勇敢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伙伴坚强 然后我愿意跟他玩 其实那是自己对内在自己内心的另外一个情感的期待 所以你说儿时的小伙伴 然后慢慢的有没有发展成恋人的和这个婚姻的有 但为什么不是大多数 确实这个比例不是很大 那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人其实最难相处的就是自己 你很难跟自己有那么长时间的相处 然后还能那么的平静和愉悦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现在活的特别像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叫隐形麻木 你看你需要用游戏来去刺激 你需要吃辣椒甚至早餐都需要去吃辣椒 就是你的所有的神经是需要一种高度的刺激 和不断出现的这种新鲜的视觉的景象 来去调动你的感受 你才能会感觉到快乐和这种愉悦感 就像你就活的已经真的是老朽 我感觉自己活的挺累的 对你为什么累呢 没有激情 没有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积极的状态 所以就活一天混一天 然后给自己这个活着但像死了的人生 找一点活着的感觉 那是什么 辣椒和游戏 但是真的挺无趣的小伙子 所以在你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如果不能够注入一点生气 活力积极和彼此共同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还不如就此打住 让自己给对方更好的祝福 没准还能做朋友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你们相处四年 对吧 相恋四年 那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 一定是在彼此的交流当中 去找到了刺激 找到了新奇 找到了那种舒服的感觉 四年其实对于你们来说 比一般别人的四年要长 因为你们其实之前是发小 蛮熟悉的 经过了这个四年 其实你们迅速的 已经彼此知根知底 觉得没有任何对方 没有任何的值得去挖掘 或者想去挖掘那种冲动 所以这其实导致你们现在 之间的关系的冷漠 交流的少 包括现在手机也好 游戏也好 都是在让你们本来平淡的生活当中 好像是多了一些内容 但实则是这个代价是说 让你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 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其实不光出现在你们 所谓的小情侣身上 在于我们相对来说成熟 岁数大的人 之间也是存在的 我和老婆现在也是 面临着她看手机 我看手机 然后甚至于 你看到全家人都在一起 姥姥姥姥也在看手机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在看手机 那种场景我们拍下来过 所有的大人都在看手机 而孩子呢 这之间适同给我们玩耍 但有时候我们通常是拒绝的 所以其实当时我 我那个场景我拍了之后 给我的老婆看的时候 我们笑了一下之后 背后其实就不是笑了 而是一种反思 我们情侣之间 爱人之间 家人之间 因为手机这个戒指 手机背后的那些 离我们很远的东西 造成了我们之间的隔阂 很悲哀 你其实你关心她的那个 很多觉得她的问题的体现 是基于对对方的考虑 你因为你打游戏 伤害了身体 不睡觉 不吃饭 在厕所待那么长时间 等等等等 但其实你忘了 你在看剧的时候 你其实也是冷漠了她 现在你即使拿出说 为你好的这种观点 说我要支持你这种行为 其实对方是抗拒的 对方觉得你这么做的 你做的也并不好 所以我觉得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第一点 谁先放下手机 谁就是最大的赢家 你不要一味的去说她 你怎么怎么不好 其实反过来说你呢 你追剧的时候 何曾想过她 有没有关注过她 谁先放下手机 谁是这个幸福的推动 然后多加交流 多一些兴趣 多一起培养一些兴趣 去找一些 你们对于你们 还都是新奇的事 两个人在一起去做 想想当初你们 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现在我跟我老婆 就是规定说 每天必须 我们强迫自己 放下手机 我们彼此沟通 跟孩子一起沟通 你们现在四年长吗 不长 你算算现在你们真正每天 每周每月 我们永远能相处的时间 有多少 太少 我们珍惜好不好 我们想想这种伤害是巨大的 而我们谁先放下手机 谁就赢了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你还喜欢她吗 喜欢 你拉倒吧 我觉得这个女人 摆在你面前 一点吸引力都没 你现在看她 你还有感觉吗 有 有那种感觉吗 你有那种感觉 怎么会四五小时 在厕所里面呢 你有那种感觉 为什么会一直玩游戏呢 你明明已经看着她 已经没感觉了 为什么要骗自己呢 你不撒谎吗 而且你发现没有 你一点都不害怕她 不喜欢你 明白这句话吗 你一点都不害怕 你肆无忌惮 就当对方表现出 对你很厌恶的时候 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害怕 就是说你不在乎 你在她心目当中的样子 你发现没有 就当一个人 已经完全不在乎 我在对方心目当中的 形象的时候 我认为 其实你是不爱她 我爱她 随别否认 你爱她 你做了什么呢 就是感觉 我认为她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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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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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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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